你看看能不能回答 他就說一個星期的時間短炒 他問Jason你有沒有推介 短炒有沒有推介 不如這樣說 一個星期我就說不明白 真的很短 說不定 如果你說短線有些比較強勢的股份 可以留意一下 譬如一些基建股 即中資基建股之前都說 即是390 即今年第一季 應該會有一些財政政策去推動 你看到好像是390、186 近期的股價相對都硬正 而且在過去的兩個星期 都在做一個很橫行的整股 如果整股了之後 會不會再向上爆多一層呢 這些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又可以 先看看 不過Jason上年年尾已經提醒我們 就可以留意那些基建股 基建股沒錯 你看到其實近期都不錯 另外如果強勢一點 就看看是否跟隨輕能的概念 譬如399 之前也有提過 即中習安稅科 前幾天就破了頂 在昨天或今早暫時有些煤套 只要你未來跌穿11元的話 我覺得整個股價還會保持著 這股股不是純粹看短線 或者今年未來的日子 我覺得還可以看好 好 大家可以留意著 然後送了一些新年禮物給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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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